雲海Bosco 陰陰濕濕 好了雲海 應該是時候講回正題了 都未 再試越差越遠 都未 剛才講起王菲的臉臉地的感覺 我再播一首臉臉地的感覺的歌 因為這個歌手我應該是未播過 葉麗兒我好像沒有播過 真是可惜 葉麗兒是我欣賞的歌手 香港從來沒有大紅大子過 說真的 其實上海灘的時候也 算是他最高峰期 但是他 紅歌的人不是太紅 以80年代大賣唱片來說 其實他也沒有正式說有很多唱片大賣 從來都不是那一種 其實我想告訴現在年輕一代 有時DJ在電台說的話會亂說 例如他會播放盧冠廷 說以前很多人喜歡聽過 Sorry 盧冠廷是我們這些另類的人聽過 以前主流是不喜歡盧冠廷的 說到現在好像他是80年代很in的 icon Sorry 它是我們非主流的音樂 葉麗兒是比較相似的 他也是三四線歌手 他從來沒有大紅過 所有人都知道誰是葉麗兒 很多人喜歡他也很得人心的歌手 沒錯 但他沒有大賣過 有可能一隻碟 上海灘的時候有大賣過 像張學友 四大天王 譚英良昌偉那些從來都不是 而且你不要扭曲整個80年代 以為每個歌星都紅到瘋了 沒有的 只有幾個大紅大紫而已 有多少唱完兩首就消失了 是不是 我聽了一首《涼麗兒》 就是當時葉麗兒唱歌 因為他台灣也唱很多歌 有一首電影叫做冷面虎的一世主題曲 叫做《因為我有了你的愛》 夠涼了吧 你知不知道 葉麗兒天主甲 在葉麗兒這首金唱片系列裏面 有時我有機會再播他這首歌 因為那些歌詞其實是很耶的 你想想那些 竟然耶 耶 雖然七八十年代這些歌詞 其實這些歌詞也很耶 他後面有一些介紹 我也不知道 原來他曾經已經灌落過80多張唱片 哇 哇 這些真是多產歌手 但是這些我不是覺得 他就是為唱歌而生活 即是說 他可能未必知道每隻碟大賣 但他都堅持會出唱片 或者堅持會唱歌 或者登台 我覺得這些人不是打算出來做明星 他們知道自己定位是歌手 你知道香港現在很多歌手 一出來就以為明星 其實是錯的 歌手就當自己明星 一些DJ也當自己明星 大哥 那些藝術師也當自己明星 演員是可以一輩子都是演員的 舞台劇的演員也可以一輩子是演員的 歌手是永遠可以歌手的 不是個個都是Star 這個我真的覺得香港真的錯了 雖然我覺得葉麗如現在是一個Star 我也覺得她是Star 因為我們心目中是她是Star 但她的工作專業 她什麼都以唱歌為本 但不是嘛 現在一出道 要當自己是Star 我就會害怕 這些 我講的例子就是 你是一個歌手 但你都可以做一些可以很平民的事情 不代表你做歌手 你不可以坐地鐵 但他們現在灌輸的立場 總之你做歌手 你千萬不要坐地鐵 你保護車 一定要 你不要坐巴士 我心想你歌手 都是上班而已 如果現在你的標準 80年代有多少歌手在登台 是走廊唱歌 如果以他們的角度 不可以走廊唱歌 因為好像很低級 大哥不是 當時真的大量歌手 都是走廊唱歌 沒錯 真的不知道 講這些話很厲害 好了回來了 不是你的粉絲 又說你經常在看旗票 沒有 我現在叫迷你債 迷你騎票 我覺得很棒 那說明迷你騎票 就沒得還了 雲海迷你騎票 不是雷曼 這叫做立法會 去開這個委員會 就是 扔你上去上面 你才會繼續說下去 要有人來開這個委員會 剛才說起就是那些旅遊書 你想想多複雜 你如果真的沒有一個能力去做 其實我覺得不應該做 坦白說 你不要 我應該這樣形容 如果你真的隨便 粗細淡獎本旅遊書 其實都有機會賣得 你可能賺到一些錢 但是你對你的聲譽 或者你的專業 或者你自己做人的態度 就完全沒有了 當然有些人真的為錢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有一次我們的出版社 當年博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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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我就跟那幾個老總 小老總和大老總都談 不如這樣 你給我出一些我想出的旅遊書 製作旅遊書 我都說了 我出的就不是一般的製作旅遊書 我一定要很細節 很... 真實實實 我真的去過 我做過 research 甚至我做過 research 不是講求求記器做的 research 當年我想了幾個地方我要寫的 第一就是怎樣 第一 我要寫東京 東京旅遊書 有很多人寫過 很多人做 但是我告訴你 真的... 我真的... 即是用得著的 也不是用不用得著 而是我們這些... 即是我東京迷來的 Sorry 我這個... 我不應該這樣形容 但我真的是一個東京迷來的 我很喜歡東京的 嗯... 我真的有時候 我會當東京是第二故鄉的 即是我很愛這個地方的 那我呢 是... 我也時常跟別人說 我說 我不是真的去一兩次東京 就可以寫一本東京製作旅遊書 我說我去了四十次東京 我才夠膽可以起步 講一本我真的想做的旅遊書 我說我都不可以告訴你 我熟了東京 但我... 我起碼我都去過四十次 我說我... 你不要告訴我 你去一次 因為坊間 有人會去一次東京 回來會寫一本東京自助旅遊書 即是令我震驚的 嘩... 你去了四十次 我去過四十次東京 但整個日本我去過四十八次 嘩... 集中在東京 集中在東京 沒錯 有時候我飛去東京 然後坐一輛火車走 因為我喜歡東京的感覺 我自然說 我很迷東京的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給你聽 總之我是東京迷 我有一次看我以前出版社 有一個人 他自稱是自助旅遊的 資料寫作者 我是由十四歲開始 幫報紙雜誌寫旅稿的人 我知道很多旅遊稿的同行等等 他突然有一個人 就聲稱自己是個寫旅遊的人 我聽過我的名字 我沒有聽過這個人 我不要緊 他對你這麼賣龍 他熟東京 他寫了一本東京旅遊書 我沒有理由阻止人做這件事 我也是其中一個作者 於是當年博一幫了其中一個 當年博一出了很多不同的旅程的東京書 我只是說其中一個 你不要找誰 有一個就出了一本旅遊書 我剛剛上去對講 我還沒講旅遊書 我那時候還沒做過那本旅遊書 因為他剛剛印起 還沒推出市面賣的 剛剛寫了那些圖書回來 我問編輯拿來看 我看一看 我這本是甚麼 東京旅遊書 這是最終的了 這是最終的了 這是印起的 這是推出市面的 我說這本是甚麼 第一 我隨便看 我說有幾個版 就教人家去東京的士尼玩的 很重要 東京的士尼 我說你知不知道那個火車站 不是這個火車站來的 都行 走遠一點 不是啊 是完全差很遠 不是差一兩個站 那個名字是錯的 前後左右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站 沒有這個名字 整個名字是錯的 離譜 沒有啊 我還以為可能是下了一個站 走遠一點 原來正常沒有這個站 沒有這個站 其實即使你早遲遲 或者早兩個站 都不行的 因為你東京的士尼那個火車 距離遠的 OK 甚至是你早遲也不對 否則那個站名字都錯 我問你知不知道那個站 不是這個站 真是離譜 我問你知不知道 那編輯當然正在看著我 他說他對過很多次了 他說他有沒有去過東京的士尼 我說 因為他用的是Catalog的照片 他用Catalog的照片 他用Catalog的地圖 OK Catalog的地圖 OK的 他說那些照片 他好像沒有什麼是他拍的 只是在門口拍張 他沒有進去的 你叫著 我是一個不是太喜歡玩的士尼的人 我東京的士尼 我都去過四次 OK 我一般的 但是我因為喜歡旅遊 所以我都去過四次 我分不同的時間 去過四次 OK 我都不可能 告訴別人 你如果寫一本旅遊書 你那本東京的士尼 是寫錯站名的 那編輯就說 蛤 這麼糟糕 那怎麼辦 我怎麼知道你怎麼辦 那我再看了 OK 其中一個 因為我東京裡面 我比較熟慈代 慈代是我其中一個 我挺喜歡的一個區域 OK 最喜歡哪個區域 最喜歡其實都是 慈代 你應該這樣形容 我很喜歡 我應該分開不同的區域去說 我喜歡慈代那種 雜亂無章的繁榮 OK 但是我又喜歡淺草區的古舊 我又喜歡上野區那種 古怪 我又喜歡在殖樓區那種 超現代化 東京是我太喜歡 包起來了 包起來了 我時覺得香港 你香港學到東京一半 我都要你肯定 算了 不過香港真的沒辦法 我慈代我熟悉 我特意就揭開那個版本 因為我見到這麼大的錯誤 我就知道什麼 我立即揭開慈代 我熟慈代那一件 我就問我編輯 我說這個人他告訴你 他多熟東京 他說這個人很熟東京 所以他特意還要再去一次拍 我對他說 我很肯定這個人是不熟東京 他只不過是把山手線每一個站 我直言說那編輯聽 他只是怎樣做這本旅遊書 就是山手線是一個最重要的火車JR線 他只不過是每一個重要的站出來 他就怎樣由出來那個站開始 見到什麼店舖就拍一張照 見到什麼食肆就拍一張照 繞一圈就說你要遲代 就要這間店舖吃飯 去買這些東西 去走這些東西 我說sorry 這個如果是一本旅遊書的話 是人出的JR站 都看到那些店舖和商店 你是要告訴別人 在遲代裡面哪一條行有什麼特別的食物 例如西武百貨頂樓那幾間餐廳 哪幾間可以吃 哪一間又便宜又正 遲代東站出來的時候 哪一條行很近的 有一間江戶壽司店 他的回轉壽司店好吃 大哥要這樣寫的 你不是一出到那個站 見到什麼店舖都寫完 那你有什麼做的 那人真的騙飯吃 很騙飯吃 但是這樣 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 香港很多人寫的旅遊書 都是這樣去 某個程度上 出來的站 見到什麼見到什麼 我很肯定 他們連那些餐廳 有沒有吃過 都很有懷疑 我們不是的 我們要知道旅遊點好不好 我們先吃了那間餐廳 上次好像越南一樣 我都知道這間餐廳是好吃 還是不好吃 對不對 那如果你不好吃的餐廳 那我介紹給你聽的時候 我便告訴你 這間餐廳不行的 我也是這樣的經驗 早前幾個月前 買了一本雜誌 附送一本旅遊書 他說拿著生果電話 在三藩市附近就可以遊 我們就試試拿著生果牌的電話 到處去試試 因為生果牌的總部 是在三藩市附近的 那好吧 我先看看 有什麼地方我沒有去過 那裡是大的 你當地的地膽 他一直說的地方 我覺得 我都知道有些事情 但是好像 很普通 某個程度上 他覺得是一個寫手 把一些東西發展到很大 那裡突然間有些壁畫 不是壁畫 塗鴉 那裡有些當地的文化 那些黑人 畫的那些壁畫 其實到處都有塗鴉 到處都是 那個不算漂亮 就是這樣 有這樣的感覺 塗鴉就不是那本書 另外他會說 譬如說 在日本鄉附近 那間餐廳怎麼好吃 那個酒店 那裡 那裡 現在不是叫做 Lil Tokyo Lil Tokyo 是L.A 啊 是呀 記錯了 你考我牌 因為我那時候去L.A 對呀 去L.TOKYO 那L.A.的L.TOKYO 又沒有什麼行 沒有什麼行 就是一個 一個 日本人都少 報警版 等於Chinese theater 其實沒有中國人 對呀 沒錯 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 不是糟糕 但是沒有的 但是香港市民的standard 是很低的 總之我告訴你 哪個站哪個站 不出就已經很開心 我心想你玩東西 這個叫東京自助旅遊書 你不如去當地買吧 先聽這首歌 說得很興奮 聽這個Echo and the Bunnyman 這首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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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適合這個題目的 叫做LOST ON YOU 聽到 這個Echo and the Bunnyman 那首歌叫做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your life 那這首歌是我其中這首歌裡最喜歡的 因為他最喜歡的 中間那一段 我不知為何我說 你覺得這段東西很有魅力 我們想想我們的Promo 用這段音樂 不要不要不要 我想了另一段 我想了另一段 因為這段音樂 好像我以前有一段很喜歡的 你們那時候小時候 我想你出了小味 那時候七八十年台 有一個很紅的美國劇 是我很喜歡的 就是這個Madam P.I. Tom Salad 沒聽過 那時候追到明珠台播 追到喜歡到不得了 很喜歡到死 音樂就像剛才那段 不是很像 但有一點點感覺 因為他一開始就是這樣 有沒有聽過 沒有沒有 我很喜歡這段音樂 但是我後來 因為他近十年很好 他出了所有Madam P.I.的 series 因為那時候明珠台沒有賣完所有的 series 經常播完一個 season 之後就不賣第二個 season 現在已經有八個 season 還有看回第一個 season 第一個 season 應該我當時是明珠台 也沒有看過 第一個 season 那個配樂 跟之後第二個 season 原來不同了 之後的好聽很多 有機會 如果年輕一輩 看Madam P.I.是很好看的 即是當年香港 亦叫神探晚龍 剛剛想問你說什麼 原來是神探 神探晚龍 一個越戰打完仗回來的人 去了夏威夷住 做一個私家偵探 但是那些故事真的不知如何 我告訴你 真的很好看 或者是我們的程義傑 尤其是他在說夏威夷 之後他又會住在古堡 那個古堡就是一個英國人的古堡 那個老人家 也不是老人家 老一輩 他是英國紳士 有很多英國文化的東西 就混在美國文化的人身上 當然我們當年八十年代 是很殖民時期的人 你就會感覺到很重 很親切的感覺 尤其是在荷里活片 很少說英國 你又很荷里活 但又很英國 那就很棒了 當中又牽涉到命案 有時候會搞笑 有很多搞笑 所以我那時候很喜歡這套 現在看回也對 有夏威夷 對 奧巴馬 對 之前有人說 夏威夷也不算是美國一部分 對 其實是最年輕的 對 那時候又說了 你夏威夷也算了 那你譬如 Puerto Rico Puerto Rico 為什麼不算 關島你又為什麼不算 所以我就說 這次奧巴馬選了之後 我就知道為什麼美國不肯 把Puerto Rico變成另一個州 你將來選了一個Puerto Rico的總統出來 他不生氣嗎 那天被同事問我 他說 關島和Puerto Rico算是哪個州 不是 托管地 他們好像沒得頭 沒有的 沒有的 我只知道 當年Puerto Rico在三年前 還是四年前 他不是全民投票 決議 想合併去其中美國一個州 即是合併了第五十一個州 誰知道是美國國會否決了 哈哈哈哈 很奇怪 他說他是屬地 是屬於美國的 但又不是州 那你是什麼呢 托管 托管 怎樣呢 我又給美國護照你 是的 你投票又 不知道投在哪個州 好像不可以投總統 他是 我覺得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 關島好像都不行 不如這樣 我那時候很差 拆開一點 抱歉 講到Puerto Rico 你不如什麼 既然美國都不讓你合併 不讓你做聯邦 那你認為是獨立 他死都不肯 他又覺得有資助 大哥 不是沒有人試過的 十年 沒有十年 十年前 太平洋有個賭國 Balao 他以前是美國屬地 他以前是美國托管地 他是拿美國護照的 後來十年前 很有吉士 我獨立 獨了 變成一個Balao共和國 那如果你真的 又不讓我加入 那我就獨立 你不能在中間 那我算是什麼 是呀 後來他獨立之後 我就很開心 我就飛了去 我去看看這個Balao共和國 我又很八卦 那去到了 一炸到 是不是好像去了夏威夷 總之很小 一炸到 還有一條街 已經是首都的繁華地區 最令我震驚的是 那條街上 有很多不同的店 有相當多中國人開店 還有中國大陸移民 去了那裡 當然你問為什麼 會有這樣的大陸移民 會留在那裡呢 因為那些大陸人 是從小都想不到Balao共和國 去獨立 你明白嗎 打算去偷偷地 首先來這個島仔住一下 拿了一個居留權 之後就開店 打算直這個踏腳石 拿美國護士 怎麼知道他獨立 我還遇到一個上海人 在那裡開店 他知道我是香港來的 他問我 蛤? 你在這裏做什麼? 天不道地不道 我就快要看這個 天不道地不道的地方 有些什麼 你怎麼去的? 我從香港飛去關島 中午去到關島之後 飛到關島 之後你飛到黃昏島 就要再飛一程另外一機 就是舟仔航空那裡 飛到Balao 就可以去到 之後 那個地方好玩的 下一回合再說